会对你的人生造成七大影响 2018年4月14日修新明灯 珍惜时光 关注修新明灯 来自修新明灯 00-0001-36 1.心理方面 1.大脑审问 不喜欢思考问题 不爱动脑子 2.思想扭曲 思考问题的角度不遵循正道 3.记忆力下降 4.意志消神 堕落 孤僻 自卑 5.精神亢奋 胡思乱想无法自拔 失眠多梦 2.身体方面 1.脱发 白发 头发稀少 头油增多 发质干枯 莫有光泽 头屑显快状 头屑很厚 2.眼圈发黑 颧骨墨有肉 口臭 身体瘦弱 手指干枯脱皮 3.免疫力降低 总是生小病 4.腿怕凉 腿部肌肉又酸又疼又疲 5.容易患上精锁静脉 腿脉 我就做过一次手术 很惨的 3.人际方面 1.不被人重视 感觉自己像个跑龙套的 2.和同事一起工作时默有主线 自己考虑事情不周全 3.容易被人利用 嘴巴很笨 不会推辞别人 4.害怕热闹场所 不喜欢聚会 怕扫别人的心 5.口才很笨 不会说话 讲话将不过人家 别人说话自己又插不上嘴 4.事业方面 1.吃苦受累 也赚不了多少钱 2.吃苦受累 还经常受领导批评 3.没有对心思的工作 感觉工作就是一种受罪 4.到哪里都是干活多 给钱少 5.在哪里工作 都是干一些墨地位 下三滥 墨发展前途的工作 5.恋爱方面 1.现了女孩子 墨话说 像个傻瓜一样 2.即使说话了 也是语无伦次 让女孩子感觉不舒服 3.即使有女孩子 愿意和你谈恋爱 那也是她有企图 或者那个女孩子不正经 4.即使和自己心爱的女孩 谈得很好 但是人家也墨有要和你恋爱的意思 而是人家爱住别的男孩 使自己白白付出 5.的男孩 根本就不懂得恋爱 这个问题已经被的恶习给蒙蔽了 6.修行方面 1.若不断除恶习 即使在念佛修善 也还是傻乎乎的 脑袋不灵活 2.不断 等于五戒十善 莫有做到不淫戒 连最起码的人生都保不住 3.不断 请不吝点赞 2.是我 下集中